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如何用回港義由澳門回香港 適用於持有香港身份證 在澳門的人士 首先要準備 看看有沒有打齊針 香港現在 如果需要進入食股 就需要三針 我也有聽過有些朋友 打了兩針後 就去郵局辦手續 這樣就可以做到 如果你想方便 打了第三針 就會好些 第二針是申請假期 現在經濟環境不好 最好跟老闆商量一下 如何調動一下假期 可以過一個更好的假期 我想最少都要一個月 因為你回來隔離都要七天 回港義 去香港 如果你有香港身份證 是不需要隔離的 好 好了 用電郵去訂購 回澳門的時候要住的隔離酒店 因為有很多人預約 所以你也不是即時有答案 所以你要預早一點 傳電郵去排隊 一旦有房間 就會用電郵去通知你 到時候再準備其他東西都可以 因為你未有日子 很難去做事 好 好了 之後 就是當你有了確定日期 之後 你可以申請這個回港義的quota 因為它每一天 其實都有一個限額的 但是你申請 我申請的時候 就不是那麼困難 每天都很充足的名額 之後就買金巴的單程巴士 金巴那裡 就需要用WeChat Pay 如果你沒有 就最好裝定 或者你找個朋友幫你付錢 接著就要做核酸 三天之內都可以 然後就安裝香港的安心出行 健康碼的apps 接著 回到香港 它也有要求 第二天要做核酸檢測 三針 如果你想進食股 這也是一個要求 跟老闆聊天 這就是澳門人 頭一次回來 可以免酒店費的一個酒店 但是就要付檢測費 現在新加了 現在新加了 回港易計劃 金巴巴士 有三班 我預約的時候 要10名去預約 都不太難預約 我出發之前的幾天 去預約都很充裕的名額 但是你真的要很確認出發 你才好預約 因為它有些很特別的規矩 因為它是二十八小時 就不退錢 所以如果你想要最後一分鐘 或者退錢 就不可以 所以你真的要很確認 日子和時間出發 你才好預約 好預約 訂好之後 因為之前很多黃牛炒票 所以現在實名制 名額就充足很多 就是透過微信 去搜索港珠澳大橋的穿梭巴士 你就會找到 我坐那時候 就是下午四點鐘 所以就是五十八元 人仔 我記得好像夜間 都是六十幾元 就不會像之前說 炒到天價幾千元 好了 接著去做核酸檢測的時候 你記住要做過關那一隻 就不是什麼重點人群 那些 過關那個 就 數碼 接著就預訂 做完之後 我就穩陣一點 當結果出了的時候 我就拿了 那個紙本的單據 現在很方便 在鏡壺 它急診那裏 就有阿雞 那你 把語約碼 放進去 它就自動會 列印的報告出來 24小時 很方便 但是只可以列印一次 你可以選擇是英文或者是中文 準備好嗎 出發 出發的時候 需要四十分鐘 預算一點 就去到廣珠澳大橋的口岸 要去拿回那張飛 那你在網上 其實是預訂了 但是你是未有那張巴士飛 去到你又是給那個預訂馬 給它看 那它就會出一張飛 給你 那巴士呢 上面也有充電的 那你上去的時候 有一點心理準備 因為它真的噴很多 很多消毒藥水 那整個巴士 從地下 周圍 都是很消毒藥水味的 那沿途呢 我想 因為太久沒有去香港了 那 南天白雲 那風景是很美的 真是很美的 那你一路走的時候 真是很興奮 到了 那一路走到巴士 就是有很多很多職員去迎接你 感覺是非常之良好 那之前呢 就你申請回港義的資料 你就 將澳門的健康碼 在這裡就寫是香港健康碼 新報表 你呢 就需要讓移民局的人 去看這個綠色碼 這樣 很快啊 那你出到關之後呢 那他就給你指令 就提你過關之後 第二人就需要做核酸 但你到達那天呢 記住記住 是零日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星期三 出發的話呢 那你到達星期三 那就星期五 才去做核酸 那你去你附近 那你去你附近 申報了地址的社區中心 那你去你附近 就是強制檢測 那可能呢 每天都在那裡變的 那大家這個要留意了 那他給你那張紙呢 上面呢 都有兩個QR Code 那你檢測了呢 那你就可以預訂 去哪一個社區中心裏做的了 出關啦 那外面呢 就 在香港呢 就很多巴士啦 四通發達 那 太好了 對了 那或者都說少少 有關於疫苗通行證 那如果你打完三針之後呢 記住記住 你在澳門打的那個針 那些資料是很重要的 你就要將它 進入 那個 那個 安心出行 那樣呢 你才會有個 藍色的馬的 要不然 你一直都是紅馬 你哪裏都去不到的 還有呢 酒店呢 亦都是不接受紅馬的 那所以這個真的 好緊要好緊要 好緊要 紅馬就不接受啦 它那個系統呢 跟我們健康馬 是有少許類似 但是就 操作上呢 是有點不一樣的 那麼 除了你要 要 掃描一次 進去商店 時間之外呢 他都要看你那個 針卡的 你也要掃描一次 你這個 藍色的馬 這樣才被你進去 那你之後呢 就去 第二天就去那個 社區中心做檢測啦 那 又要做鼻子和口 大家又有少許心理準備 不過 都很好手勢的 就是 我去那個中心就OK的 那 還有呢 你告訴他 你是 用回港耳 回來 給我錄馬去看 那 他就 是免費的 那 那 之後呢 測完之後 他就會 在大概 24小時後呢 就把短訊給你 告訴你 知道結果 就不像得好像澳門呢 我們可以自己 檢查到 OK 終於完成了 那 因為實在太多太多朋友 問我關於整個過程 所以呢 我覺得是真的 很有需要 去拍一個影片 那就 希望和大家 分享一下我的經歷 那 如果大家 有這個需要 都可以參考一下 我經歷過的資料 OK 多謝大家 按讚 分享 訂閱 拜拜